而为了推广日本折子文化创作 也配合圣诞节的到来 位在吉安乡的慈恩艺术村 特别邀请驻村的日本艺术家 举办了儿童折子工作方的活动 带领孩子和家长一起动手折出 迷你圣诞树 搭配亮晶晶的装饰品 除了增加亲子互动的时光 也激发了孩子专注力和创造力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折子艺术在日本受到重视 位在吉安乡的慈恩艺术村 不定期在园区举办工作坊 这次邀请到日本驻村艺术家 配合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举办儿童折子工作坊活动 带领30多位大小朋友 分享如何用折子折出迷你圣诞树 装点应景的过节氛围 我们这次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日本的这个 做折子艺术的创作者 这个Nazumi 安布夏海 那安布夏海小姐呢 她就是现在目前在我们这边驻村 然后她这一次的回馈机制 就是用透过做一个日式的 这样子的一个折子艺术的一个分享 做一些比较初阶的版本 然后来邀请到我们花莲在地的家长 大概带了20几位的小朋友 加上家长总共30来位 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工作坊 因为12月接下来圣诞节要到了 所以呢她就特别安排 教大家怎么用一些折子的 这些创作方式呢 让小朋友有机会呢 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圣诞树 带回家 这次折子工作坊 邀请来自日本的促寸艺术家 安部下海 透过折子创作 除了端出迷你圣诞树 还有帆船 指向鸡 指青蛙 以及指鹤 期盼透过折子艺术创作 激发孩子无限的想象力 享受思考和创作的过程 也增加亲子共处的时光 更多活动可收取点 书粉丝业 慈恩艺术春 记者蒋邦燕 捷安箱报导